在台北市地标101大楼本地 亲共团体举着五星血旗 宣扬共产党 鼓励统一恐吓台湾民众 暴力对待法轮功学员和民主人士 请你不要抗拒 半岛电视派卧底人员揭露 爱国同心会一直付钱给活动人士 成员还透露中共和同心会活动的关系 取牌也不错啊 一天900块 他们800我900 拿大陆的钱 谁要是抓到都是要坐牢 排商都是商品的目的 对 就比如会长现在是排商 大陆就是基本上知道 你哪几个企业是支持统一的 他经常会 就是不让你亏损 影片中同心会长周庆俊 向卧底人员提供在台湾的工作机会 不过却要求必须有中国大陆身份证 目的就是为了能达到有效封口 亲共组织在台湾频频制造 崩化冲突 年比九合一选举就将到来 组织成员也以多种身份登记参选 妄图影响台湾政治 有同心会成员在和卧底人员闲聊时 直接挑明 统促党是粉饰台湾黑道行进的工具 为什么要进入这个统促党 第二个理由吗 我写个统促党的某某支党簿 事实上里面是两口 然后我带妈妈去 妈妈你看我是入党不是入黑道 靠我里面这么多黑道 尽管如此 分析政治风险的华府智库顾问方恩格表示 中共利用外围组织在台湾统战渗透 其实没有市场 他们以政党的方式来进行他们的活动 也不会拿到什么支持 必要的工作 台湾一定要继续继续做 但是也不用爱怕自己 太小看自己 也不要太怕大陆 今年8月 台湾检方大动作搜索统促党党部 以及统促党总裁张安乐的住所 追查政治现金来源 方恩格建议台湾先从几方面加强 包括政府要切实执行国安法律 充足国安预算的人力 另外还需要有透明独立的媒体 抵御中共渗透